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的后院都有这个草坪 我们都希望草坪上面只长这种单一的草坪的草 而不去长那些阔叶的那些野草 之前为了杀死这个草坪上面的阔叶野草 我用了很多的产品 比如说像那种像颗粒状的 颗粒状的要求就是先撒到草地上面 然后要用水把它给浇透 这样这个药效才能进入到泥土底下去杀死野草 但是往往它都会连着本身的草都给你杀死 也变黄了 如果你用了这个剂量用的就是说撒的不均匀 或者撒的是过厚 会给你把那个本身的草坪的草也给撒的变黄了 最近邻居跟我推荐了一款撒草剂 用的效果特别的好 带你们去看一下效果吧 看到这里没有 这些阔叶的这些野草 你看都已经枯了 它可不是枯叶 它就是本身是长得这么好的 本身是长得满满的就是都这种夹杂在这个正常的草里边的 那那种好的那种杀草剂呢 你只要把它摆在喷壶里 它是液体 摆在喷壶里 对着这些阔叶草喷洒就行了 我喷了一次以后 它就变成这种效果了 要过一段时间啊 它就几天以后吧 它就开始发黄 就开始变得这样 然后对于那种 对于那种蒲公英也非常的有效 蒲公英我们通常我们家都有 对吧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以前也用过一些液体的 但是呢 喷了以后 它总是要 恐怕要喷很多次才能起效 而这种不一样 喷一次以后 你看它就发枯 甚至卷曲了 看这片草地啊 这片草地 你看也是的 你看到它现在有一些 斑突的这种状态吧 其实都是底下的这些 本身啊 填满这些空间的这个 阔叶草 其实它都已经死掉了 特别的好 亚马逊上面有买的 我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啊 把它给贴在视频的最后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这个 撒草剂的牌子 然后自己可以去买 价格有一点小贵 但是效果真的是杠杠的 你看这 这明显的就能看到 你看就死掉了 明显的特别明显 你看还有这 这就已经 这些全都是 本身全都是长得特别茂盛的 给我喷了一次以后就这样了 这个是蒲公英被喷了以后的样子 我昨天刚刚割过草 所以你们就看不见它卷曲的那种状态 但是你看它已经差不多了 你看好多都这 这都已经枯死了 对于蒲公英这种特别顽强的 你估计要喷个两遍就差不多了 这一款我用的真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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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